來,各位同學,我們今天來看這個獵母章魚第三集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張奇怪的照片 這張照片啊,這張圖片啊,很有名啊 大家猜猜看到底在畫什麼 那我們今天,沒有要講單字 我們來講希臘神話 那希臘神話啊,我們之前講過很多 雜七雜八很有趣的東西啊 你有興趣可以自己去挖講義來看 那今天這一次又來啦,就是又是一個這個國王啊 又生不出小孩了,又去求神殿啊 那這個神殿啊,是著名的烏鴉嘴德爾菲神殿啊 通常講出來都沒有任何好事情 而且一定會實現哦 那這個國王啊,他要兒子 神啊,就吐槽他啦 你自己看一下哦 那這個為什麼會被吐槽呢 是因為這個國王啊 當初啊,小時候遭到政變啊 老爸被殺了啊 他是被人家放逐到其他國家去啊 那,還好是鄰國的 呃,佛王皇后啊 好心收留他 呃,把他養大 他才有機會回來當上國王 結果咧,他算是恩將仇報啊 呃,應該說是誘拐了人家的兒子 或者說是愛上了人家的兒子啊 兒子哦 呃,那這個就麻煩你自己看一下 然後,呃,那這個就 呃,那不過咧 神啊,還是答應了他 要給他一個兒子 呃,他就很高興啊 國王就很高興 不過咧,這個神也跟他說啊 這個阿波羅這個神啊 也跟他說說這個小孩啊 呃,以後長大會殺自己的爸爸 也會娶自己的媽媽 講的文雅一點是這樣啊 那當然啊 這個國王就嚇呆了 然後就 不過咧,後來的願望真的成真啊 不過這種小孩啊 他真的生了小孩了 他可能怕是 恰吉之類的啊 就嚇死了 就把他丟到山上去自生自滅啊 那 怕他趴趴走啊 不過這個小baby應該不會趴趴走吧 不知道啦 就把他的腳 釘在一起 就把他的腳釘在一起 丟在山上等死 不過咧 呃,人間有愛啊 這個 山上的牧羊人啊 你看一下這個山上的牧羊人啊 看起來還蠻小鮮肉的 呃,不好意思啊 這個是羅浮宮 呃,的 呃,珍藏啊 這是藝術啊 你看一下這個小baby 看小baby就好了 看小baby 那小baby的腳上啊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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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呃,被被被被盯住被綁住的痕跡嘛 那下面還有一隻可愛的狗狗 還是羊還是狼就不知道了 那 這個牧羊人啊 就把他送到隔壁國王 送給隔壁國的國王 因為隔壁國的國王也沒有小孩 可能手指化吧 不知道啦 那這個 就把他當做王子來養 這個國王還蠻好心的 那名字啊 把他取成 Elypus 這個麻煩你看一下黑黑的字喔 這個Elypus 他的造字啊 是種起來的腳 那為什麼是種起來的腳啊 呃,我們下一集會說 那這個 種腳小弟弟啊 就被 呃 善心的 撫養 當做王子 來養 就變成一個 呃,勇敢又聰明又孝順的 呃,王子啦 那結果長大成人以後啊 有一次跟人家開趴喝酒啊 呃,可能就是遇到 跟人家對罵之類的啊 人家就罵他什麼 狗娘養的啦 小雜種之類的 他可能太當真啊 呃,就 覺得 呃,自己可能不是親生的啦 又跑去那個德爾菲神殿問神啊 阿神就把真相告訴他說 呃,你真的是一個 呃,會殺自己爸爸 會娶自己媽媽的 垃圾人 呃,那這個 總角小弟弟啊 總角小鮮肉就 大驚失色啊 因為他很孝順 於是啊 生怕傷害了自己 這個 國王皇后啊 就 呃,離家出走啦 離得越遠越好 這沒想到啊 呃,流浪在路上啊 就遇到了一群 八加九陣頭大出巡啊 我啊 一堆八加九啊 罵他可能 沒有兩段是左轉沒有帶轉之類的啦 然後 呃,在 呃,超跑馬車上啊 又有一個看起來 很討厭的老頭三寶啊 對著他一直罵 結果他一氣之下啊 就把這一群人全部 為民出害了 然後咧 又來到了下一個城鎮啊 這個城鎮 叫做迪比斯啊 就是他小時候的故鄉啊 結果啊 唯一的一條路啊 有一個 呃,奇怪的神奇寶貝啊 呃,就是叫做 史芬克斯Sphinx Sphinx 就是埃及金字塔前面那一隻啊 超喜歡百萬小學堂問人家問題啊 哦啊 據說啊 這個Sphinx啊 是長成一個正妹的臉 但是是獅子的身體 和有長翅膀啊 那他問的這個問題啊 這個謎語啊 大家都有聽過啊 什麼什麼東西 早上四隻腳 中午兩隻腳 晚上三隻腳啊 自己看一下 那這個答案啊 我相信同學都已經有聽過了 說是人 那不過咧 呃 呃 這個神話的這個謎語啊 其實古書上並沒有記載啦 是後來的人 呃 可能是瞎掰的 還是怎麼樣 不知道啦 那麻煩你自己看一下 那結果他就 呃 答出了正確的答案 這個 這個 Sphinx 這個恐怖的大妖怪啊 吃人的大妖怪啊 就跳樓自殺了喔 那解決了這個 迪比斯的這個 恐怖的神奇寶貝啊 照理講 呃 大家都很高興嘛 所以這個 人家市民啊 就說 哎呀 這麼聰明又勇敢的小鮮肉啊 應該要來當 國王 因為我們的國王 最近不知道怎麼搞的啊 路上出車禍掛掉了啊 然後這個王后啊 可能最近 呃 呃 毒手空龜啊 也 很喜歡他 於是啊 就 呃 當了國王 而且也娶了 其實就是他自己媽媽啦 呃 你看一下這個照片啊 呃 不過咧 照理講 故事應該就 幸福快樂的人生啊 結果 這個迪比斯啊 又陷入了一場大瘟疫啊 就是類似武漢之類的啊 大家也都死了了 那為什麼咧 怎麼辦咧 又沒有疫苗啊 就只好又去問那個 垃圾德爾菲啊 德爾菲神殿又說啊 當然是要抓出兇手啊 當年國王怎麼死的 你們都還沒有幫他報仇啊 怎麼可以當國王咧 齁 那這個想一想也有道理嘛 就是 呃 這個總角 總角小弟弟啊 就 呃 想盡辦法的追查啊 把當年的當事人啊 什麼牧羊人啊 什麼通通挖出來 那結果大家都知道了啦 齁 那今天講了半天啊 為什麼要講這個聽起來 好像很白爛的神話故事啊 其實這個神話故事啊 非常的重要 是希臘神話裡面 非常著名的所謂的悲劇啊 那這個悲劇啊 聽起來好像 呃 也就這樣 但是啊 在文學啊 藝術 呃各種專家學者的眼裡 他可以掰出一大堆的 人生道德的寓意啊 教訓啊 啊 生命的省思啦 啊 人文素養啊 那在文學技巧上啊 什麼起承轉合啦 這邊有象徵 那邊有伏筆 反正 這個高潮疊起啊 都可以掰出一大堆的道理 之外 其實啊 剛剛這個很猥瑣的故事啊 裡面 啟發了很多心理學家 什麼 練母情節啦 什麼 練童癖啊 雜七雜八的 一大堆的 喔 所謂的心理 學術語 那所以 喔 它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神話故事 那 其他領域啊 包括了什麼 女性主義啊 他們也非常有意見啊 對這個東西 其實也有很多的討論 那至於為什麼這個 Oedipus 這個宗角 跟我們的學單字有關係呢 那我們下集再說吧 好吧 掰掰